图片来源,图虫创意拥挤的商场和街头,琳琅满目的杂货店,对往来的顾客们释放出巨大魔力。 扫意圈下来总有收获,又不至于花费太多有压力,90号小五每次出街闭逛,财货店们暗中较劲的何止客流,上月底,明创优品宣布获得腾讯,高零10亿人民币战略投资,用中低的定位,博得了互联网巨头青睐,而中产门区之弱物的MUJI表现却并不乐观。 在刚刚过去的二季度里,中国市场可比销售下跌2.2%,通电销售首次下跌,经营的团势仍在延续,明创优品和MUJI相反的发展曲线刻画出了市场变化,经济下行强然改变了消费习惯,中等收入群企开始对商品价格敏感。 同样的产品仗而求其次,选择在品牌知名度,设计方面没那么突出,但价格更优势的品牌。 至少现在,明创优品正常JMUJI步步逼近,毛利战争在明创优品身上,看得见很多品牌的影子。 红底白色的logo像极了优衣库,护架上陈列着等日常用品,女生们疯抢的小水梅笔,甚至还有杯子瓦底等家居,这些都能在相对高端的MUJI里看到,明创优品模仿的声明不可避免的,遭到一部分消费者排斥。 过去五年里,线下零售业陷于一片倒闭潮的阴霾中,明创优品质显示出了逆势生长的能力,三前加注表深向全球的门店,在2017年,实现了120亿元营收。 明创优品将商品压在10到39块钱的价格区间内,挡住了更多同业者进场,区别于从前泛滥大街小巷,加低至次的是原店。 具体创始人,业国富特,品牌为顾客提供更具性价比的选择,最重要的经营策略是坚持低毛利,按Bug点来算,2017年明创优品的毛利接近10亿,减掉研发和人员费用,尚有利润空间。 明创优品还可以挂未来将毛利率控制在6%,通过规模效应实现盈利。 过去5年中,依靠极致的供应链,高杠杆率快速复制开店实现了高增长,但这注定是需要大量资本的游戏。 明创优品的开店计划,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。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对周刊金表示,低毛利是否是制胜和延续优势市场地位的关键,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产品定位。 对企业而言,效率越高价格越有竞争力,明创优品实现低毛利的关键在于打造了高性价比的产品。 虽然号称注资打牌代工厂,99%的设计快北原版,但锁水的高仿发宝利围巾,掉渣的粉扑,只持续10分钟的足马龙铜矿箱水被守护客们诟变,冲淡了品牌好感度。 明创优品主打低脚和铜款设计实现高性价比,也牺牲掉了原版的质量和使用感。 被明创优品作为原版对标的MUJI在日本本土走评价路线,进入中国后,反而成为中产人群生活方式的符号,价格也高了一倍。 相比明,创优品8%的毛利,MUJI毛利率长期维持在45%以上。 心性感过去,消费者们逐渐对品牌的定位差异,和两套价格体系并不买账。 财报显示,自2017年起,MUJI中国市场的铜电销售增幅一直在放缓, 2016-2019财年MUJI中国铜电销售趋势,MUJI等于中产生活方式。 这一印象,逐渐面临越来越多的冲击,明创优品外,还出现了网易严选,淘宝新选,米家有品,京东京造等一大批学生,标着同样的理念,玩着同样的套路,用高性价比吸引消费者。 于是,MUJI重新被拉回赛道,明创优品又胜出也同样不易。 为了挽回顾客,MUJI从2014年,即在中国推出新定价策略,降价频率基本达到每年两次。 今年8月,中国市场第八次大降价,平均降价幅度在20%,最高达到了四成。 一位MUJI店员向周刊军表示,店内每年2-3次的价格调整设计家居,服饰等大部分品类,调价人因包括了减少物流成本,换机优惠,也有部分商品销量不好而降价。 后之后觉得补救措施,为了纾困,MUJI中国市场的销售业绩,虽曾有几次回能尤其在降价力度较大的2017-2018年,但去现仍成下滑态时,MUJI总裁松启晓在7月财报会议上表示, 虽然担心中国股市可能会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该品牌的需求,但仍能看到市场未来的需求,计划本餐年末中国市场门店,增加至264家,下半年新开店铺35家,依赖门店拓展提振销售。 不单是MUJI的策略,门店赛道名创优品低毛利,迪克丹家的故事能够持续讲五年,成为零售热门话题,依赖于大量开店平衡,平均每天有三家名创优品在披零商场,地铁和商业街的地段开张,为顾客们营造着似曾相识的感觉。 在国内,明创优品门店数量将近MUJI的失败,一加州,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海外市场,也覆盖了近1100家店,事实证明,明创优品布局海外的策略十分奏向。 上半年,海外市场终端销售额达3.8亿美元,今年整体域竟将有50亿人民币的体量,明创优品门店分布,聚业活复称,明创优品还将加快扩张步伐,未来五年,上万间门店侧重布局海外,并瞄准千亿级营收的目标。 明创优品踏店的高效率在于,近75%的门店会加盟商所有,这种投资型加盟的轻资产扩张模式,是由加盟商承搭品牌使用费,门店租金,装修费和手笔扑获的货款。 明创优品负责门店运营和员工招聘,商品配送,开一家明创优品需要投入约300万元,年营业额预算在700到3000万之间。 不过,并不是每家家盟店,都能像南京东路的自营店那样货报,在新店开业的短暂时求释放之后,很容易陷入增长管理的状态。 即,欧的报道原理消息人士指出,明创优品,2018年,德国内门店收入,预计和2017年持平,保持在80到90亿元,遇到增长瓶颈。 根据测算,明创优品有约三分之一,德加莫门店处于亏损状态,对于这类店铺明创优品正硬做打算。 这些店铺大都处在三四线城市,中部的管控力度较弱,扑获效率和面向顾客的消费能力要限一般,因此盈利状况并不理想。 MUJ2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,截至8月底,中国市场购运营,有235间门店,大多分布在成本较高的高端购物中心。 在业绩低迷的情况下选择门店铺张有风险,甚至会拖累业绩增长。 仅今年上半年,就有两间经营不上的门店被迫关闭,面对激烈的竞争。 MUJ2也在寻求新的利润空间,推出Moji Hotel,吸引了一批此中分长线,还延伸出Moji Diner,Moji Books, Founder Moji, Open Moji,等多种业态,涵盖了餐饮,图书,生鲜等多种形式。 竞争者在步步紧逼,周刊军查月道,明创有品旗下覆盖服装、配饰、家居用品的另一品牌Moji已经开出70家店,其中服装内SKU占到一半。 今年,还创立了名为Mini Home Mini家居的业态,对于有上市规划的明创优品而言,只靠在货电竹业不足以支撑太大的想象空间。 所以在家居、生活服务领域,扩展中高端业务也是必然选择,明创优业与MUJ2又站在了同一个赛道上,新零售定局日趋饱和的线下市场竞争激烈,门店增长的天花板间接显现,转战线上开拓增量,以致传统零售商们的共识。 据业国父透露,2018年名创优品营收,有望突破180亿元,收入基本全部来自线上实体零售,另外将发力布局国内线上业务。 今年4月,名创优品开始尝试与天猫、京东道家、美团和饿了木等线上渠道合作。 京东道家的测试数据显示,名创优品8月线上订单,比6月,增加了540%,GMV增长了510%,9月,名创优品选取全国的八百家门电入驻京东道家。 9月30日,名创优品获得腾讯和高零资本10亿人民币战略投资,名创优品称,这将助推其在智慧零售领域布局和海外市场扩张的步伐。 互联网深刻改写着零售行业,线上与线下打通,综合了体验与便捷的效能,一方面对零售商负能,也为互联网企业拓展着商业边界,以细日重要的动作表明。 依赖内容汇聚取巨大流量池的互联网巨头腾讯正将众先倾斜到TOB企业电务,在商业领域停停出手,海岸之家,都市立人,加勒夫等纷纷拿到投资,成为其新零售体系内的重要落子,此番合作,名创优品,也意味着堆砌前景的乐观欲说,名创优品整合了数千家供应商和加盲商,在供应连管理和共享区等方面。 推进数字化,也是腾讯战略投资协重的要点,最值得期待的是,名创优也可能从腾讯方面,获得巨大的流量支持。 它是在日国11级别的QQ或微信中开放端口引流,也继续比将其大提振。 相反,MUJI的新零售脚不择要持款得多。 2017年,在支付宝推广会员制,今年6月,MUJI总裁松崎小宇京东老总刘强东见面,管理层参观了京东多个无业零售样本,但相传的战略合作升级仍持维坚落地。 老麦的MUJI之间仍然没有完全实现线上线下联动,对企业大数据,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研究,应用都落在了中国同行后面。 按照现在双方的一系列动向和节奏来看,明创优品的可能性大一线。 曹磊认为,新零售的机遇,将重新改写进竞争兼优劣市。 明创优品高举高杂,能走多人上试验证,但MUJI确实该走快些了。 封面图片来源,图虫创意图虫创意X正版图片联盟X中国新闻周刊文。 中国新闻周刊新媒体记者张如值班编辑,于扬。